竹杖忙携轻胜马 谁怕一缩烟雨任平生 中学必学的定风波很洒脱 你竟然能看到有人签名 也无风雨也无情 不过在课外苏氏还有一个名片 叫尤兰西 开头非常的似曾相识 叫黄州东南三世里为沙湖 因网向田德吉 闻麻桥人旁安 常善衣而隆网求聊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去湖北沙湖的时候 半路得了病 听说有个龙亚大夫医术高超 所以去看病 写这个文章的时间是1083年的3月 而正就是那个一缩烟雨任平生的定风波 他第一句就是3月7日沙湖套中玉 也就是说这苏氏在定风波里淋的雨 撂翘寒风吹酒景 微冷 然后就赶冒个球的了 然后去找龙亚大夫看病去了 是不是顿时感觉这苏氏可爱了不少 接地气了不少 其实爱苦中作乐的自嘲 几乎是贯穿了苏氏的一声 这个定风波是苏氏被遍湖北黄州的时候写的 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还写过一个猪肉颂 静喜称少入水 带他自熟 莫催他 火猴足失 他自美 老饭骨了 这也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的来源 中间还说这下买菜心得 这个黄州好猪肉 价钱如泥土 贵者不肯吃 贫者不屑主 猪肉还不是好东西吗 就是作为定居民族啊 吃猪肉倒是自古的习惯 问题是苏氏生活的宋朝 之前的唐朝是一个以胡锋盛行文明的朝代 这个中上层的饮食啊 都是以烤羊肉煮羊肉啊 胡饼啊 也就是类似囊的这种饼为主啊 非常像现在那个新疆菜馆 等到宋朝之后呢 这个胡锋逐渐消贵 但是猪肉呢 当然不算什么高端食材啊 苏氏呢 却如获至宝 开始了引领猪肉的这个美味 其实唐朝不仅不爱吃猪肉 又是鱼 他们也喜欢生鱼切片吃 叫做快啊 比如这个鲈鱼看快 鸡银归位啊 日本刺身也是这个时候传到他们那儿的 你看针对这个问题 苏氏又开始引领熟鱼的风味了啊 所谓这个江牙紫醋制食鱼 血染强来二指鱼啊 尚有桃花春气在 此中风味胜存炉 用姜和醋做鱼 你看和现在的方式所差无几了啊 所以这个食鱼呢 现在已经被吃生宾威了啊 就搞成那个老底座穿鱼了 除了这个大鱼大肉呢 苏氏也可以用这个低端的食材做出极致啊 鱼在东坡 长青枝枪 避煮鱼羹一车克 克未尝不成啥啊 做那种鱼羹啊 其实是素的 后来呢 被贬到广东啊 这个当时看来非常拼的地方 还能写出这个日丹荔枝三百科 是不辞长座岭南人啊 上面一看 嘿你小子 这时候都还这样是吧 就不能苦哈哈 还表个态 我让你回来了 去海南吧你 我家更偏了 那个当时的这个蛮黄烟 那样杯汁水热呀 把苏氏给搞成海天盛宴了 天天喝椰子椰壳带脑袋 还发现了生蚝这个好东西 天然没人吃 而且还很调皮的说啊 这个无令中朝大夫 这是恐争难洗 以分此味 说你们这搞我的人 可别知道生蚝多好吃 要不知道海南和我想可打扮呢 不过呢 就像定风波一样 苏氏表面的快活呢 其实内里却非常凄凉 是吧 苏氏的这个素利安净土寺就写 是吧 绝来碰湿泉 子粉发青乳 碗凉木鱼霸 摔发西可鼠 怎么没头发了 这个不是苏氏老年写的 我之前说过 是苏氏被贬杭州 就是1071年时候写的 而苏氏是1037年生的 这一年苏氏正好34岁 就秃了 他秃了也变强了 但是为什么这么秃呢 能在历史里找到原因吗 传说啊 这个苏氏曾经调侃她妹妹苏小妹 说叫未出唐前三五步 额头先到化唐前 这几回是这身难道 刘德帮王两道拳 说什么意思 说这姑娘额头秃 眼窝身长得不好看 你知道现在 巴不得说像混血阳西 预风行的是吧 但是宋朝刚刚说了 经过这种西域民族 搅和的晚唐五代 这种长相是让人很抵触的 结果这个苏小妹 就回击苏氏啊 说她一从哀草出瞬间啊 须发连变而咬然 口角几回无觅处 呼吻毛里有声传啊 说苏氏胡子太多 那么还是连变的 一团毛 要不是里面出声 都不知道里面是个嘴 多笋 苏氏大胡子很有名啊 属于这种典型的雄性激素 分泌过多 而且还指一性复发 最大的粗因啊 就是这个雄性激素太多了 这么看来 苏氏老人家 应该长得跟个沙僧似的 当然啊 历史上的苏氏 她只有姐姐 没有妹妹的记载 这个苏小妹呢 大约是南宋时候的民间传说啊 因为人们对苏氏的仰慕 和对她漂泊异生的同情 塑造了这么一个 古灵精怪的影子 而这个影子呢 绝非是凭空捏造的啊 苏氏在海南的时候 还曾经发了一个微博 做牢骚 那叫退之师云 我生之臣 月速南斗 乃至退之以摩歇为身攻 而朴乃以摩歇为命 平生多得 棒与意志同病也啊 退之就是唐朝的这个文豪韩玉 哈 苏氏说 说韩玉前辈曾经说过 他出生的时候 越南的南斗之上 我推算了下星座 应该他是个摩羯座 而我正好也是一个摩羯座 我这一辈子都被诽谤 估计因为是这个作稿的 你说宋朝就有摩羯座了 有啊 黄道新宫从三千年前 就从地中海一带有了 唐朝随着呼风传到中国里啊 当时这个宋朝的时候 说人马公啊 双鱼公 宝平公 摩歇公 天歇公啊 这个都有了 这个人马就是射手 宝平就是水平啊 这个摩羯的本次就没看了 所以这个摩羯就是个音译而已 翻译方式和现在都所差无几了 宋朝呢 非常流行占星啊 被苏氏这么一搅合 摩羯就成了一个 如今处女座一样的存在 人人喊打啊 一直到了明朝 所有的摩羯座都要写十字黑一帆 所以就是这样 有学有如的苏氏 是一生坎坷 是穿越了千年永生 长得跟鲁之身一样的吃货大文好 却也不忘了 在被变临安的时候 和并不存在的苏小妹啊 范州于自己疏通的西湖之上 是遥望苏迪 成了江南百城的美景啊 你应该知道我要说啥了 就是在现在集火的江南百景图 手游里面 作为知府大人 你也可以像苏氏一样 在杭州治理西湖 或者和叶宗行一样 去松江府输郡黄埔江 高度还原古代江南水墙的场景 而现在新人物苏氏苏小妹 也已经上线 如何安排他们 在杭州府吃吃喝喝 小九十后 范州西湖就看你的了 这就是主意 可甭感冒了